我們海光美展在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 我們從10月11號開始到10月20號 每天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在我們柯公館一樓的大廳 有展覽我們今年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 一共36幅 歡迎大家踴躍來欣賞參觀 我們這次展出的海光美展一共有36幅作品 包括了書法、油畫、攝影、漫畫 一共有6類36幅 這個展場就在我們柯公館的一樓 歡迎各位大家踴躍來參觀 謝謝 好營奇 你好… 待在這裏 不要這麼 阿 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不膨礙 通過 我相信我 著我的調法 好營rico 蠻 你 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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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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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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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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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官兵最誠摯的感謝之一 我們海光美展是為了紀念823炮戰55週年的紀念 響應國家文化推廣的政策 配合第47屆文藝金像獎作品的巡迴展覽 特別來舉辦了海光美展 本次展覽的作品包括了國畫、書法、油畫、水彩、漫畫以及攝影 總共有6類36幅的作品 多元呈現了戰鬥文藝的氣息與精神 兼具建軍備戰的特色跟風格 充分展現國軍藝文的軟實力 海光美展是推動軍中文藝創作的成果 透過創作者獨特的創意 展現了色彩在一筆一耐以快門瞬間 所表現出來高度的藝術的美感 具體地展現了軍人的綜藝智節 期待藉由本次美展的活動可以給各位貴賓及觀眾 在新神領會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使社會大眾在欣賞藝術的同時 也能夠深刻了解 堅強國防的力量對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性 凝聚全民國防的共識共行 進行關懷海軍支持國軍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熱情的參與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海光美展 順利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 ін進行關懷海軍 請李瀚導 請接下feed 我們潘中將、潘指揮官、孫少將、主任 以及我们定义处的陈主密 在座的各位官兵弟兄 各位好朋友以及媒体记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科工馆非常的荣幸 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博物馆 能够有我们这么高水准的艺术作品 在这个地方呈现 这个安排非常符合科技人文的结合 科技如果少了人文 其实这个科技是没味道的 人文里头其实也包含非常多的科学的元素 各位请看左手边的这些作品 你如果仔细瞧瞧 你会发现到它的结构 它的比例 其实是很多符合所谓黄金分割比例 那大自然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其实他就是科学家探索到最原始的时候 他会发现到都是一个非常简单 纯朴的一个元素 所以科技跟人文这一个两样元素 在我们人生的里程上 事实上它是合而为一的 是不可分的 国金弟兄们让一般社会的大众的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好像无 是无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过这些作品 就可以了解到国金弟兄真是多才多艺 这个文武兼备 我相信在座的这些弟兄们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很多的才华 如果还没有加入这个比赛的行列 我想也不需要公开说我要啦 默默的为自己许一个宴 透过所谓终身学习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更加的精彩而丰富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是一个我们国家 国家级的一个博物馆 在会前我跟指挥官潘忠将报告 说我们这个博物馆是我们政府在民国68年 12项建设里头要新建的三个国家级的科学类的博物馆 其中一个 那么在整个规模上呢 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所以这样一个有水准的素质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挂在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的这个艺文专区里面 我相信呢这叫做相得益彰是得其所 所以我也盼望在座的媒体记者朋友 能够告诉更多的我们的民众 来了解来看看这些这么棒的作品 同时也藉由这些作品的一个展出 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了解到 军队里头其实是很多彩多姿的 也盼望我们未来的这个青年朋友呢 有更多的人愿意向往投入军中的行列 最后呢 祝福我们这个美展能够顺利成功 我们在座的各位长官贵宾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座的国金弟兄们 你们在金队的生活能够都采都知 家庭能够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谢谢 节奏性举力动性 还有整体画面的协调性 那像这幅金像奖的作品 它是以行草的方式书写唐诗两首 那可以看到它字句之间 具有丰富强烈的音乐性 使整体画面的结构非常的缜密完整 那另外跟嘴官介绍这一幅 银像奖的作品 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以甲骨文的方式 书写根肉子这个作品 那根肉子这个作品原意 是古时男子对女子的拭目之意 那作者用以来建议来表达对823炮战的参与冠冰的一个缅怀之意 那这个部分还有另外这幅优玄的作品 这作者是以逆数的方式书写缅怀823炮战这个形式作品 它的缅怀823炮战对水墨的运用及气氛的营造 那像这幅金像奖的作品 作者就是用水墨营造出整体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在表述 这个当年退役的老兵 在遥想当年他在金门服役的一些画面 以及参与战役的一些场景 那比较特别是为主观介绍 立士福这个优选的作品 那这个作者他在水墨的运用 及画面的营造 气氛营造上更为强烈 那可以看到他上方这个神明 而这神明就像我们人民会希望神明来保佑 就如同人民会希望国君来守护我们的家土一般 他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做表现 现在的广场 这个里面透露出的故事性非常的强烈 那他这个比较特别 他正是由我们两栖征收大队的一个下室所创作的 那个我们现在国君官兵是远文远武 可以可以打仗也可以创作 那这个弟兄他现在应该在这里 我当初创作的时候是觉得说 因为我觉得眷村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然后眷村跟我们军人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然后 这边都是我们左营的准备要拆的一些卷点 像可以看到说就是好好好 又今起码了班家 但是 欢迎 你们住在那边的伯伯啊 就是 其实都很 很 很丈夫这边 今天早上去的话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打扫聊天 或是在那边运动 然后 我觉得一些文化 有些东西都已经慢慢移植掉了 像看 这边原本都是眷村 真的是眷村 拆掉 就在我们 绝部的前面 前面的眷村 都已经拆掉了 然后 填平了 填平了 对 觉得这是我们以后 比较难再看到的 我这边的保全队队长 就是我们守阴建村的子弟 非常优秀的一个 好像 这是 我进去那个准备要拆掉的眷村里面 他的墙壁 他的布告栏 他 他就贴着 当初以前的报纸啊 要 返回大陆探亲要怎么怎么做 平国77年 对 开放探亲的时候 对探亲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大陆妈妈的电话 然后就很多 我觉得 这就是很有情感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 我们好玩的地方 就烤起来 就吃起来 可是妈妈们从来 不会注意到说 少一根少两根 可是无形之中 他就慢慢的流失 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就玩 对不对 回到家 玩水回到家 妈妈都会看 哎 有没有去游泳 没有 他会摳我们身上啊 只要摳白白叫你去游泳 那怎么办 地上滚一滚啊 回去了 就绝对不会 哦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那时候就那么聪明了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 知道这个适应的环境了 哈哈哈哈 偽装 偽装 哈哈 你看看这个 这个老菲菲我们看 齁 从这后面的十棉网 到这种一般的这种 这种瓦片 这个瓦片 那天我要讲 这个瓦片在哪 我们 左营现在的以前 叫 呃 航海学校 旁边那边 我们有个瓦场 啊 专门做这个 瓦 到高平溪啊 去拿那个瓦 我们陆战队 专有的瓦场 哦 专门有阿兵哥在做这个瓦 就是给他们申请 坏掉了群人 那早期这就是十棉瓦 这是做屋顶的 那隔壁的妈妈打小孩 全世界都知道 为什么小孩子哭得 什么 稀里哗啦的 不天抢地的 一定是喊救命 被自己妈妈打 他不会找自己爸爸 一定叫隔壁的 找妈妈救我啊 我妈在打我啊 找一秒之一的时候 可以拍照 先分之一 然后就仔细看 这个是 陆军的这个破炮 这是破镜头 这是破镜头 那那个是M12 这个呢 是在这个 八八高地 八八高地的右前方 非常高兴 今天来主持 今天的海光美展的开幕 从刚才 我们所看到的 不论是油画 相片 以及书法 可以很明白地看到 弟兄们 在工作之余 在训练之余 能够把他自己个人 的感受 透过不同的形式 来充分地表达 把这些所磕发出来的 这些所磕发出来的 是他个人 在 认知上的一个敏感度 或者是他的手法里面 所深深的体会出来 当然 尘如刚才 弟兄们所讲的 一样 有些 是他接触了 他很开心的 把他的摄影下来 把他描述下来 或者 跟这些老伯伯们 在聊天过程当中 感受 体会出来 这个历史的 变革 透过各种的手段 呈现出来 我想今天 这么好的机会 能够 让我们弟兄 把他的 工作 之余 他的第二个专长 表现出来 在我们科工馆这边 来做一个很好的展览 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取取 也希望 我们国人 有机会来欣赏 我们弟兄们的作品 谢谢